接下來我們說一講一個簡單的操作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就是VMware Tools 各位要記得 你在使用我們的VSphere 夜叉 在新建一台虛擬機器之後 這台虛擬機器 你在 Windows 的時候你根本不用做什麼,裝好就好了 但在 VMware裡面你要去有效管理它的資源 它沒有辦法去管理 知道吧 它必須要透過它的一個工具 叫VMware Tools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這邊 來,我們看一下 夜叉A 80.1這一台 點這一台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 Reach 01 好,看一下它這個摘要 好,有沒有看到這個摘要呢 看到這裡摘要的裡面呢,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叫做VMware Tools 好,這裡呢,叫執行中 但是呢,叫以過期 有沒有 因為我之前安裝好這一台 Reach 01 2003 有安裝了VMware Tools 當然可能是四版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安裝的這個版本是不是5.5 對 所以說呢,它的版本其實是舊的 知道嗎 所以你必須呢 你已經有了就要做什麼 更新 知道意思嗎 有點是重裝的意思 這樣也是嘛 所以你來看一下呢 好,我們呢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台機器 我把它開機起來 來,開這個畫面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個畫面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這裡有個VMware Tools 這個圖案,有沒有看到一個金燈號 對不對 表示呢 它有安裝 有執行 但是是過期 知道吧 所以沒有辦法有效去控制 所以說呢 你這邊呢可以按右鍵 來,Open VMware Tools 有沒有 這裡呢 是它的一些設定 知道嗎 當然這些設定 你可以根據理它 知道嗎 我們要怎麼辦 對,這邊呢 我們要怎麼辦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Update Tools 你看喔 我去點它 可以去做Update 那這個地方呢 有時候呢 沒辦法去Update 因為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台機器 沒有把VMware Tools的光源放進來 知道吧 所以呢 你要做Update之前呢 你要把這台機器 虛擬機器呢 要把VMware Tools的軟體要放進來 知道吧 那軟體怎麼放進來 就可以透過這邊 虛擬機器裡面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課題 是不是一個叫安裝升級VMware Tools 你看一下呢 這台機器的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 裡面沒有光碟機 知道吧 那我們選這個課題之後呢 按一下這個安裝升級 有沒有 點它一下 好 這裡有兩種的 一種叫自動的工具升級 一種叫互動式的 那我們可以選擇自動的試試看 你看 其實它有在跑 你看一下 這邊是不是有滴滴滴跑出來 好 後面呢 有一隻在跑 有沒有看到它是不是在安裝 有沒有 問號了有沒有 它是後端在跑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我們另外一台呢 我們用 互動的看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邊呢你看 它在跑呢 你根本沒有任何感覺 有沒有 對不對 其實後面也在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目前執行中 是目前 然後它是不是幫你重開機了 這個不是當跳嘛 對不對 當跳是不是藍色的畫面 它是VMware Tools安裝好 就是它幫你重開機 這樣了解吧 所以它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來看 透過VMware呢 你可以做裡面的支援 知道吧 支援控管 支援控管 好 這樣之後呢 我們來再把它登錄一次 好 那這邊登錄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 等一下這邊的VMware Tools 還有呢 你來看一下這個栽要 栽要這個地方 VMware Tools是執行中 然後現在就目前 表示呢 是屬於最新的版本 這樣東西是吧 好 好那這邊 那我們另外一台呢 一樣 我來把它做 來開機的動作 好然後呢 我把它做一個 開機主控台 好把它移到右邊 右下角這邊來 好你現在呢 可以先不管說 VMware Tools呢 它的有效功能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知道說 你一定要裝這個 VMware Tools 這樣知道吧 好那這一台呢 我一樣呢把它做一個 登錄 好登錄之後呢 好登錄之後呢 好那我現在呢 來試一下這邊 對不對 這邊呢 等它跑完下 好 跑完之後呢 你來看一下 這邊呢 一樣 我們開啟檔案總管裡面 好這邊是一個D槽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按虛擬機器 課題 安裝升級 VMware Tools 好按一下互動式 按一下確定 它是不是有一個風蝶片跑出來的 對不對 它會幫你呢 開啟安裝程式 互動式就是你要跟它互動 知道吧 按一下下一步 好用標準的 標準的TAPIC 下一步 install 就用那個安裝 好那我們接著來我們來看一下後段的這個地方 再用摘藥真正這台虛擬機器喔 這虛擬機器是不是現在在執行中過期有沒有 好我再把這一台呢 開起來 現在是不是移除掉了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正在安裝 以這樣的兩個步驟呢 讓你去實際使用看看 你就會知道呢 把他們的差異點在什麼地方 好按一下Finish 好然後呢是不是要重開機 對不對 那當然這是互動式的計算 手動去重開機 好所以說你在更新升級也好 或是手動互動也好有沒有 你這台機器要升級成 它升級它的不一定會的個子 你也要特別記得一件事情 這台機器呢 要必須要關機一次 這樣了解嗎 關機一次 所以呢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它會有關機的動作 好那這邊呢 好沒關係 它是一個當調 讓它先跑一下 好那這個地方 就先跟各位知道一下 你看一下上面這邊是不在執行中 是目前 表示它版本是正確的 對不對 因為這台機器當機了嘛 所以說你沒看到 好這邊呢我們繼續讓它跑 跑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結束 好來再來登錄一下 好來再來登錄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完成了 不用為tools的安裝 好那這個章節先介紹到這邊 好看 好嗎 ní